Magic Box 照亮点 从前从前 有位皇后生下了一位美丽的公主 然后呢 她便邀请了大家参与盛宴 不过 邪恶的魔女并没有收邀 但是 她却不请自来 更糟的是 还对公主下了魔咒 天哪 越讲越精彩啊 童话故事为什么会这么好看呢 虽美人我是怎么把故事讲得如此的精彩 其实啊 故事中的启程转合可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尤其呢 是其中的转 正是把故事推到最高点的一大工程啦 那我们快来看看 英文有哪些常见的转折词吧 The queen gave birth to a lovely girl Then she invited everyone to celebrate it 没有错哦 皇后呢 生了一位美丽的公主 Then 然后 她邀请大家一同庆祝 有听见我刚刚说的 Then吗 这个呢 也就是最常见的 然后啊 或是接着的意思 当然你也可以用 Next 那像这种表示 先后顺序的转折词 还有像是 First Second Last 第一第二 最后 这些也算哦 Now the evil witch wasn't invited However She still went to the celebration 诶 邪恶的女巫并没有受邀 诶 重点来咯 但是 但是 她还是不请自来啊 诶 每次听到这个但是啊 就会知道说 诶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咯 像是 However 就是一个经典的转折用法啦 和它一样表达对比的用法 还有像是 Nevertheless 虽然 然而 或者是 On the other hand 诶 另一方面怎么样怎么样 等等的 恐怖的来了 更糟的是 What's worse She put a spell on the girl 没有错 她对那女孩 下了魔咒啊 各位朋友 这边的 What's worse 也是属于其中的一种转折哦 尤其呢 在你想要加重强调某件事情的时候 另外像是 Most importantly 更重要的是 Especially 尤其是 确实是 这些呢 也都是一种强调的一个转折词哦 那大家是不是很好奇 那女孩最后如何了呢 不瞒你说啦 刚刚的那些呢 都是我本人的故事 聪明的你还没有听出来吗 你看我现在好端端的没有怎么样嘛 那都是因为呢 我的prince 我的王子 给了我一个kiss 破除了这个魔咒 哦 真的是很帅耶 Finally The prince and the princess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是的 像 Finally 最后 In conclusion 也是一种转折词哦 主要呢 用来引导出结论的 大家赶快把这些词套用看看 精彩的故事 你也会说得非常好哦